上周廉假期间 台北市政府举办了涉事百年活动 让陈水扁跟马英九两位政治立场相左的前总统 罕见地放下了恩怨同台同框 而台北市长柯文哲上个月初 亲自拜会马前总统邀请他出席这场活动 两人更针对美族议题相谈甚欢 由于过去柯批曾经速度隔空批评马前总统 更曾经在公开活动管去跟对方握手 如今柯文哲亲自拜访邀约大打和解牌 也被外界视为适要布局2024 晚起休止施办施打流感疫苗 柯文哲已经为总统之路先打枪心针 最敬重的柯市长马前总统 陈水扁马英九月初北市涉事百年活动 破天荒同框 传出柯批上个月亲自拜会马前总统 原本还有些许不自在 透过谈见识历史打开话夹子后 还聊到正夯的美术开放议题 柯文哲请议马英九当初如何采取 美术分离策略力挡美国施压 马英九也肯定科皮论点 会吃瘦肉筋的美国猪肉是穷人 两人会谈气氛融洽 马英九与诺出席活动 传出柯文哲回到市府后印象大为改观 大赞马前总统正派还说比起现任总统蔡英文政府善良太多 但柯批的蓝绿和解牌也被解读 刻意婉拒时任总统的马英九握手 如今蓝绿还没和解 柯马先握手言和 叶神武强六位神 他不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